中国人以天人合一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天人合一 当一个理论不能实际运用的时候 说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理论 天人合一最早是由《道德经》提出来的 它比一传《皇帝内经》《奇物论》等都要早 如果要解密天人合一的本意 我们只能解密《道德经》 首先《道德经》是关于强者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天人合一肯定是关于强者的秘密 老只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很多人把这句话解释成 天地没有偏爱 对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 天地怎么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一样呢 宇宙万物从来都是强者支配弱者 太阳支配地球 地球支配人 纬度不一样 事物的因果关系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 可能感觉不明显 要知道在老子那个时代 那可是野蛮的人质社会 弱者在面对强者的时候 不只是典故 甚至还是跪着的 弱者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强者的喜好 如果是道法自然 就意味着人类的退化 退化到动物的本能 退化到弱落强食 你连跪着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 天地中空无石 以万物为象征 人在这里表示 他最初的含义 就是果壳里的那个人 在这里代表虚实的那个事 比如与善人中的善人 就是虚虚实实的意思 除狗 本就是狗的象征 在这里 就象征的意思 正是由于天地中空无石 它只能以万物为象征 所以万物才是宇宙 而中空不是宇宙 所以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意思是 强者如果做了弱者的行为 就能得到弱者的拥护 比如 你明明很有钱 却和普通人一样朴实 你明明很有权力 却不搞特殊 你明明很有背景 却要靠自己的实力 由于能量来自差 一旦你这样做 就能得到弱者的崇拜 就能得到其他强者的认可 老子马上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天地之间 其有驼越户 意思是 天地像不像一个风箱 风箱有什么特点呢 虚而不屈 动而欲出 意思是 你只有空虚 才能获得更多的空气 这个比喻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强者一定要得到弱者的拥护 一定和民心 怎么得到弱者的拥护呢 让弱者崇敬你 而不是惧怕你 让弱者觉得你伟大 而不是强大 你要成为他们的信仰 紧接着 老子再次强调 他说 多言说穷 不如手中 意思是 强者一定要守住这条底线 这才是根本 这才是理子 否则 一切都是虚的 他不会长久 这段话告诉我们 天人合一 是强者 在思想品德上要纬度 在行为特殊上要低纬度 是强与弱两种能量 要合二为一在强者身上 怎么合二为一呢 不搞特权 不搞腐败 不搞奢命 一切追求公平 因为弱者最在意的 就是公平 老子还说 生之续之 生而福有 长而福仔也 是为玄德 意思是 你本来可以占有的东西 你偏偏不去占有 你偏偏让出来 这才是周期强大的人格魅力 这种魅力能超越时空 老子说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意思是天地之所以长久 是因为他不畏自己 所以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意思是 强者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 你就能得到最大的拥护 就能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 这才是永恒的强大 花家历史上的所有伟人 都是最好的例子 《道德经》是王者之书 放到今天用处不大 它对普通人最大的启迪 是成就属于你自己的梦想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两条路 一条用心走 它叫梦想 一条用脚走 它叫现实